有个瘦小的小伙谈了个很漂亮的女朋友 这天他的手机没电了 想见女朋友的充电器 他说在他包里 而当他打开他的包 他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开始翻找 首先拿出了一堆破纸巾 然后拿出了一大堆化妆品 然后拿出了风筒卷发棒 然后是一大堆文件 他问他这是什么 女朋友回答 这是我的税单 小伙说这都是十年前的了 女朋友说还要算一算吗 然后小伙掏出了两套裙子 他继续吐槽 你是要旅行吗 他说为了以防万一 弄脏了我身上的裙子吗 小伙继续掏 突然掏出一个小包 女朋友说这是以防万一的了 小伙想看看小包里有没有充电器 结果又一个小小包 他说这是以防万一中的万一了 小伙再从小小包里 找到一个袖针包 他说这是以防万一中的万一中的万一吗 女朋友说这是我侄女的玩具了 小伙继续翻 翻出一把超大的伞 他说这是我的沙滩女伞 然后是一个流星锤 女朋友说这是防狼的了 小伙说防狼一般是喷雾吧 他继续翻 翻出了一棵树 一把吉他 一个盾牌 一个大杯子 一个滑板 一个梯子 突然他找到了一个脚 小伙用力把脚拔出来 居然是一个男人 是女人的前男友 原来半年前 他去他包里找钥匙 从此失踪 他还以为他死了 两人吵了几句 男的很生气 就回包里去了 最终小伙找到了充电器 一切搞定 这时女朋友问他 你的遥控器在哪 小伙说在沙发缝里 结果女朋友一翻 也翻出了一个女的 是他前女友